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家家具店的二楼 它必须通过一条狭长的楼梯通道 才能到达二楼黑壳干涅店的所在位置 因为它原来是有一条楼梯的通道把空间 但是我不希望整个空间是被隔断的 不连续的 不完整的 然后我们用了这样的方式 而且变成了倾斜 从而获得了一个完整的 通透的 连续的一个空间 另外在这个整体的鞋面 它是一个复合的 有多种功能复合而成的 私衣间也有储藏室 还有饰品区 还有柱体 还有楼梯的扶手 大部分服装都是黑色的 它希望实现局部是无年龄 无性别的一种服装的形态 我们曾经尝试过好几种材料 包括煤 煤炭 然后大理石粉其实是其中一种 那么最后我们选择大理石粉 大理石粉全部用在了斜面的 大部分斜面以及筑体 因为它是一个 那么大理石粉 它是可以没有分割的 然后它的材质 它的触摸是柔和的 这是我想用它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原因 谢谢大家